简易糖果铺113 陆府多了个小千金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陆毅是在北镇福斯办公之时被人叫走的 惊吓发作了 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十天 平日里总是担心 惊扰百姓从未在京城骑马狂奔的陆毅 今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此刻紧张的心情 甚至比去司马府营救今夏时还要着急 看过那么多育儿的书籍 他甚至生育对于女子来说无异于闯一次鬼门关 此时此刻 他必须陪在今夏身边 终于到了陆府 陆毅下马后便狂奔入内 只见院子里毅然忙碌了起来 端水的丫头 婆子 府上有接生惊艳的嬷嬷 前几天刚请到府里做准备的吻婆 都已经到位 每个人的表情都相当认真严肃 让陆毅的紧张又增加了几分 陆毅一边喊着今夏的名字一边往房内冲 没料到却被嬷嬷拦了下来 大人 万万不可 这女人生孩子的地方 男人是不能进入的 今夏是我的妻子 我为何不可陪同 陆毅有些不悦 这 这女人生子过于血腥污秽 您作为一家之主 是万万不可沾染的 胡扯 陆毅瞬间火起 平日里 她对府上的老人都敬重有加 突然加大了音量 把嬷嬷吓了一跳 陆毅看到嬷嬷一抖 心下有些不忍 但口气还是严肃 对不住 我太着急 声音大了些 但 这女子误会之说 我是不会信的 要说误会 不如说我风尘仆仆赶回来更误会 我先去沐浴更衣 以免沾染上夫人才是 你们快忙 我马上就来 待会儿 谁也不许拦着我 陆毅坚定的 她的口气不容辩驳 陆毅和丫鬟虽然还想说点什么 但一想到大人和惊吓平日的抗礼情深 今日的行为倒也并非不能理解 便咬咬牙默认了 陆毅打发了一个家丁 去通知林姨和袁大娘 自己急忙前去沐浴更衣 虽然她不知道生孩子的讲究 那些书里也没有写得那么详尽 但她受过很多伤 也看过很多同僚受伤 深知如果感染的后果有多严重 她一边耐着性子 一边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一边暗暗祈祷惊吓一定要平安 平日里因为洁癖洗澡总是很好时的路易 这一回 连半炷香15分钟的功夫都没要 就速速出来 直接冲进了惊吓的产房 因为提前打了招呼 没有任何人拦着她 产房内林姨和袁大娘也到了 看到路易进来 纷纷吃了一惊 路易却十分坦然地行过礼后 静止走到了金夏身边 眼前的金夏 因为疼痛已经满头大汗 心疼地路易当即就红了眼眶 她走过去抓住金夏的手 满腹温情都融在了那白转千回的眼神里 金夏咬牙强撑着对她一笑 大人 你怎么来了 我必须在 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必须在 路易直接坐在了床头 揽住金夏的身子 稳稳地抱住她 安抚着她因为疼痛而颤速的身体 这般情深 林姨和袁大娘也不再多言 加入了未生产忙碌的人群中 血水一盆一盆端了出去 路易紧张的呼吸都快停止 终于 吻婆大叫道 家把劲 头出来了出来了 伴随着金夏的一声哀嚎 婴儿的啼哭声响彻房间 恭喜大人 是个千金 路易和金夏同时落下泪来 吻婆将孩子抱到两人面前 金夏和路易多爱不释手 抱着乖巧的孩子 路易余光看到金夏脸色苍白 知道眼前最重要的是金夏的休息 急忙委托吻婆和袁大娘清洗和照顾孩子 请林姨留下看看如何让金夏能好受一些 林姨略意搭卖 张口道 之前因为严是烦 以及风铃傲一事 金夏的身子就受到了重闯 好在你每天都陪着金夏散步 如今身体好了许多 但生孩子对她来说还是有些勉强 这月子定要好好照料 我去抓一些药来 你每日准时给她服下 还有 尽量不要沐浴洗头 主要是千万不能感冒 但为了不被感染 身子还是得擦拭 这些细致活 一定要找个贴心的丫头 做得稳妥些 路易不住地点头 听到最后一句 想也没想就接过话 我来坐 林仪略微一愣 随即笑着离开了 出了房门 她轻轻叹了口气 这一刻 她是真心真意绝的 即便到了自己老去的那一天 她也可以坦然地面对林家和夏家的人 路家虽然和夏琳两家有过牵扯 但这个路家的孩子绝对是金夏的良配 这是奸女子 再也难寻此等家序 她一边笑着一边走出路府去抓药 看来也该给自己辅上那个信路的一点点机会了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